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尽少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说起国学大师王国伟,相信大家都很熟悉,但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是,王国伟曾担任过溥仪的男书房行走,也就相当于是溥仪的半个老师。 因此这两人之间的私交还是比较好的。 一天,王国伟邀请溥仪到家中做客,当时的溥仪虽然还居住在皇宫中,但是已经殉位很多年了,大清即灭,他这个殉帝也就没了什么架子,所以很爽快就答应了王国伟。 王国伟见溥仪难得来一趟,就请他帮忙鉴定下自己收藏的古董。 溥仪刚开始还挺感兴趣,但看了三秒后就没兴趣了,王国伟赶紧询问这些宝物如何,溥仪皱了皱眉说,假的。 这下王国伟不淡定了,要知道他在历史考古方面也是专家,怎么可能连古董的身价都分辨不出来呢? 溥仪多少还是顾及王国伟的面子,又对他说,你这里不少东西我家里都有,但是跟我家里的不一样。 这句话实在是太霸气了,王国伟不好再说什么,等溥仪离开后,他赶紧找了一些古墓方面的专家来鉴定,结果跟溥仪说的一模一样。 溥仪毕竟从三岁起就生活在紫星城,要论人间真品绝对是见识的太多了,所以他才能一眼就分辨出古董的真假,这跟他从而来的一样,